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實際五間總結 港股在期止結算日做好 大市高開128點後升幅擴大 最多升過208點 高見24,014點 是自2011年4月以來 第一次重建24,000點的關口 恆指中午收報23,956點升149點 至於期止中午收報23,970點 升152點高水14點 至於期止中午收報24,015點 內房股做好 其中藍籌股中海外華潤之地分別升超過2% 矮居樂和碧桂園都升超過1% 國務院推出五方面扶持煤企脫困 煤炭股向好 神華、中煤能源、染煤分別升超過1% 業績股方面 六福中期多賺超過7成 不過股價高開31.5破頂後倒跌超過3% 中午收報29.8毫半 另外揮山羽業 半年順利按年跌2.3% 估計也要跌超過2% 焦點股方面 李嘉誠接受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專訪 表示並非撤資 和望香好一度高見過100元 中午收報99.3毫半 成交匯的股份方面 內地股市做好 鞍石A50、南方A50分別升超過1% 另外市場同景內地今天發放4支牌照 中移動升0.78% 中午收報83.6% 收視之後將會有3分鐘視頻 再見 中午收報 中午收報 中午收報